老刘的英文秘籍,一所预言学英文第五集 我们先把整段来念一下 The Charger Burner and the Filler A Charger Burner carried on his trade in his own house One day he met a friend, a fuller, and entreated him to come and live with him Say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far better neighbors, and that their housekeeping expenses would be lessened The Filler replied, the arrangement is impossibl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For whatever I should write, you should immediately blacken again with your charcoal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 这有些小孩子看这个一所预言蛮不错的 The Charcoal, The Charcoal是木炭 我们学一个单字, Charcoal,木炭 Burner, Burn就是烧,就是烧的人 但是呢,英文有些字它会变呢 它除了是一个烧东西的人以外 它也是锅子,它本身就是锅子 锅子的意思 那当然我们来看上下文 那这个意思就是烧炭人 烧煤炭,古代了,现在没有了 古代呢,烧煤炭,有这个行业,烧炭人 那Filler,Filler是全部的 全部的人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字比较特殊 它英文的意思呢 这我们跟它字扯不上什么关系 就是那个,漂白的 我们说那个,把布啊 古代也是那个,那个布啊 一开始颜色有点杂质 把它漂白 所以这是一个烧炭人 它重点就是烧炭,它是黑的嘛 Filler,那 漂白人 就是漂布,把布漂白 漂布人,它是弄成白的 它关键就在这里 好,那我们看它锅子 那我们就是为,让大家分清楚 所以,它也只有一段 所以,第一个,一个句子用黑色 一个句子用红色 这样比较分得清楚 John Goodburner 一个烧炭人 Carry on,就继续Carry Carry是执行 Carry on是片语 Carry on就是执行 所以,因为里面呢 片语呢,或者是成语 或者是业语 它的字面的意思呢 有的时候跟它那个表面上意思不一样 片语是,有的时候你猜得出来 成语不好猜 燕语也不好猜 Carry on就继续执行 继续它的trade trade我们说是贸易 但是呢,我们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行业 trade 因为它是贸易嘛 贸易就是交换嘛 那交换慢慢就讲成它是 What's your trade? What's your business? What's your profession? 都是为你做什么的 或者What are you? 这些 就是在继续做它的工作啦 它的职业 然后in his own house 在他自己的家里面 house,家里面 One day有一天呢 he met 那我们一般故事呢 都是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 就是一般故事都是用过去式 你看 ED met 过去式 那我们一般在讲话的时候 或造句的时候也常常过去式 因为大部分都发生 已经发生过了 好,他遇见一个朋友呢 Fuller 一个漂布人 and intreated 那他这个met是动词呢 intreated是动词 intreated就是 恳求 拜托 然后拜托呢 就是这个 烧太人拜托这个 他的朋友 拜托这个漂白人 to come 来 来 以及 住 live 就是 拜托他 我们住在一起吧 with him saying that 所以英文有时候句子可以弄很长 你一个动词后面加一个ing 然后 后面就 我们叫子句 子句又可以有动词 但它不是主要动词 所以 英文句子 外国人能够写长 它有很多窍门 用连接词and or that 或者是用一个saying 我们叫做形容词 或者叫动名词 子句 或者形容词子句 副词子句 或者用关系代名词 那方法很多了 那我们这边学到一个小技巧 后面一个动词加ng 它就后面可以连一个子句 那这个文法算比较工整 用一个that 关系代名词 就说什么呢 因为 后面 就是 都是that 那 that什么东西呢 就说 他们两个人 因为两个人用they should be 他们应该可以 far better 就是远远的好过 就 就他们如果当邻居 neighbor是当邻居 因为是两个人到邻居加ng 他们到邻居就很好 什么很好呢 他们的house keeping house keeping 我们就是一般的居家 住家 house keeping expense 就是居家费 就是他们的生活费 我们一般叫生活费 house keeping expenses 为什么加ng 因为他的 家记 我们说家记 家庭开销一定是很多笔 水 电瓦斯 零用钱 买菜 一顿 所以他加ng would be lesson lesson 我们一般就说 我们把绳子放松一点 就变得比较宽松 那用在这边就说 会减少 就说 他建议 他恳求 恳求这个 漂泊人 说来吧 我们住在一起吧 saying that 说 就是讲他的理由 理由是呢 should be far better neighbors 他们会变成一个更好的邻居 本来是朋友嘛 那现在会变成感情 更上一层楼 而且他们的两个人的生活费都减少嘛 因为两个人住一起总是比较便宜嘛 比如说房租 假如是租的话 一人出一半 然后这个 漂泊人 reply reply 就是回复 然后我们加个 引号 就是内容 就原话 原话的意思 arrangement 这是 安排 arrangement 安排 it's impossible 就像我们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不可能的 不接受 as far as 就是 这也是片语 as far as 就是 只要 as far as 或者也可以讲 因为 就是意思看上下文的意思 I'm concerned 就是就我自己的利益来讲 就是 就我自己的观点 就我自己concern 就是跟我有关系的 as far as I'm concerned 那这个就是一个片语 这个或者 你可以 as far as she is concerned as far as they are concerned 都可以 就是就 就我自己的观点来讲 你这个安排 这个建议 这个恳求 是不可能的 做不到的 我不接受的 for 这边就不是where 是因为 因为 因为呢 whatever I should whiten 因为 whatever 是关系代名词 就是表示 所有要做的事情 就我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漂白 whiten white 是白色的 形容词 那white 也可以加 也可以变 动词 就是whiten 因为我所要做的 就是漂白 You should immediately blacken again 就是我 我漂白以后呢 因为你烧炭人嘛 家里全部都是炭啊 都是黑色 乌齐妈黑的 那我就是 都是要白的 因为我的工作 是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不可能 因为呢 我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漂白 那you would 你将会 immediately 立即的blacken 所以black也是动词 所以我们这边 你看 white是动词 black是 呃 不 white是形容词 black也是形容词 白的黑的 可以 可是它可以 都加en 就变动词 所以我们就可以学 名形容词 变成动词 在颜色上面 加个en 当然不是每一个 都可以了 就这边 白的黑的 都加en 那你马上会呢 把它变黑 加en 就是变黑 把它变 变黑 with your charcoal 用你的碳 就会变黑 所以我们两个 水火不容啊 我们两个 不合了 你搞黑的 我搞白的 注意起的话 你是没差了 那我的 我的布啊 一下子 我平常有杂志 要漂上白的 都很累了 你要是弄黑的 那我要漂到 和年和月 漂到红年马月 所以他的moral 就是他的这个 预言的一个精神 一个教训 或者一个宗旨 就说 like will draw like 这边是当 like我们是喜欢嘛 那他也可以当 那个形容词啊 副词啊 就是接近的 同类的 那这边就当名词 就说 like 那你不能说喜欢 那draw 我们一般是化线 所以一个字 有很多意思 那这边就是吸引 所以这个一字多一最麻烦 要英文多看一点 看看上下文 融会贯通 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 那老外是母语啦 他自动会切换 转换系统 那我们一般那个 不是母语的 那就需要多一点经验 就是物语类聚 就是like 就是同一类的人 就会吸引同一类的人 那不同类型就是不会吸引 就是物语类聚 我们讲成语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这个故事 那所以呢 那我们 一所欲言 它的单字 结构什么 都不会很难 所以我们就了解一下 这个故事 学一个 是学一个 一所欲言的故事 然后知道它的英文 怎么写法 等等的 然后它的意思 主要的宗旨 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 再注意一下 英文的一些发音 像burn 它是特别卷舌 特别声音 那个下额 往下一点 特别burn burn 所以念的时候呢 舌头已经快顶到下额了 所以这个字 它的母音发音 比较不一样 burn 那你要是 发到比较中间 一般话 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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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说 很笨 很笨 那个笨 还是burn 音拉长一点 这个 这个fuller呢 它也发音 也比较特殊一点 它不是一般的 fuller fuller 它是fuller wood 代耳的音 fuller burner fuller fuller 那你一般念 比较不够标准 就fuller fuller 它是fuller foot 音比较短 在代耳的音 那carry 这是大卷舌的 它是carry carry 那不要念成 不卷舌的 carry carry 这样音就不准了 大卷舌 像这个trade 就完全不卷舌 你看 都是a 这是carry 大卷舌 这不卷舌 trade trade 你看 同样是a 字母 可是发音就不一样 那你要是念颠倒 的话就变成 carry carry trade trade 哇 那就完全 长很多了 所以carry on his carry on 是要念在一起 carry on his trade 这两个差很多 那其他如果一般的没有特殊就不讲 像这个day也是完全不卷舌的 day 就是不卷舌 mat 就是半卷舌的 所以这个 这个发a的音 它不一定是 字母的a或者e 不一定 所以自然发音法有时候看不出来 好 这是半卷舌 mat mat 你看 这边就是大卷舌 carry 不卷舌 trade 好 卷一半 mat 所以因为你要发音好 它就有这些窍门 所以你为什么觉得外国人发音好 因为它知道 它知道 该大卷舌 中卷舌 不卷舌 可是一般的华人不知道 所以念起来 他们就觉得 字不正 枪不圆 这come 不要念成come come come here 它是up 比较不卷舌的up 带点耳的音come come here go there come here 不要念成come live 这个也是短音 带耳的音live live 一般人一定念成leave I leave here 那树叶 念成那个树叶的leave here 它是live live 所以呢 这边有几个 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 像是 像这种carry 大卷舌的 trade 不卷舌的 met 卷一半的 那fuller是footwood 这几个音都比较华人 一般比较不会念 come come live say that it should be better better也是卷一半 better 不是batter 也不是不卷舌 bitter 它是卷一半 better 这个lesson也是卷一半 但这个无所谓 因为lesson用的少一点 像这种加一个ar 就特别卷舌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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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一般r就已经卷舌 但是加r 它后面就是声音 长一点 特别卷 as far as 它就比较会有味道 像汽车 car 它也是car car 不要只是念成car car car 非常卷 最卷舌的 就这个ar 那这个黑色也是black black black 那加辩动是blacken blacken 大卷舌 不要念成blake blake 念成black blacken again again 这就完全不卷舌 again chuckle 所以你看 光是这一段里面 那我们 最后我们再把它念一遍 你看看那个差别 我们念慢一点 the chunk of bernard and a fuller a chunk of bernard carry on his trade and his own house one day he met a friend a fuller and entreated him to come and live with him say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far far better neighbors and that there are house keeping space the expenses will be lessened the fuller replied the arrangement is impossibl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for whatever i should whiten you will immediately blacken again with your chuckle 那这个是like word draw 那这个也是大卷舌 draw 欧的音大卷舌 draw 那我们这边就大致上了解一下 讲到这里